2號 怎樣啦 被我們記壓制單 不要碰到我 今天不要碰到啦 兩名男子接到同事電話 到場聲援 頻頻向遠景嗆聲 態度很囂張 原來是一名將姓男子 騎機車時 安全帽沒有扣 不滿遠景堅持要開罰單 找來同事助正 6號3 再幫我叫兩個罰 國叫幾個啦 同事們不僅向遠景大標 國罵 當他們發現罰單還是得開 甩都不甩遠景 正打算離開現場 當場被援警制止 不到一下時間 雙方爆發肢體衝突 如果說抓他 保譚布 保譚布 29號深夜11點多 江信男子安全帽未扣先違規 還叫來火鍋店同事來幫槍 執行的陳姓援警右眼被殴 造成右眼角撕裂傷 縫了七針 兩名支援警力 手部都有擦措傷 兩位來關心這個友人 他是因為喝酒 意在地叫囂 動手來毆打我們原警 動手偶然的楊姓男子 就是這家火鍋店老闆的兒子 爸爸出面為兒子喊約否認歐警 反控是警察先生先動手 那他已經單子已經開了 我兒子說開了就開了就沒有 這個警察衝過去 打我兒子 抓我兒子 我兒子就一回首 結果他受傷 楊姓男子的爸爸 七八年前是警友會顧問 這回兒子歐警 風波鬧上媒體版面 據了解楊姓男子本身有詐欺 傷害及殺人未遂前科 這回說是上前勸阻 反倒當街上遠 全武行還反控原警 雙方各執一詞 究竟誰先動手 畫面會說話 解中天節把日文 新媒體報導